大家好,欢迎收看Penny's Table 今天来做一个很有烟火气的羊肉串 也是因为我最近在追人生一串 经常半夜三更看得我百感焦急 作为海外党没有夜市 我只能自己动手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自己在家用烤箱做羊肉串 这是我已经洗干净的羊腿肉 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切的时候尽量保留所有的油脂的部分 切两瓣大蒜切片就好 一个洋葱切丝 这是等一下腌肉要用的 开始腌制了 我准备了糖、盐、鸡精、自然粉、辣椒粉、老抽、料酒和刚刚切好的洋葱和大蒜 其实都是比较家常的配料 注意放入调料的时候 大蒜和洋葱留到最后 其他调料先上 揉捏几下以后 最后再放洋葱和大蒜 因为一起放的话 调料会更多的吸附到洋葱和大蒜上 而不是羊肉 所有的调料都被羊肉吸附上以后 可以开始放洋葱和大蒜了 搅拌均匀后放入冰箱冷藏 最好是腌果叶 烤之前我们来串肉串 串的时候 注意油肉和瘦肉相互交替着串 串完一串以后 像我这样再手心捏一下 给肉串速个形 这样比较漂亮 炒香250度 10分钟 煮炉以后一个人口味 再攒点辣椒粉和自然 大块的瘦肉很有嚼劲 越嚼越有味 混合着肥肉烤出来的油脂 又香又弹 非常过瘾 配上辣椒粉和自然 简直了 这就是今天肥美无比的羊肉串 谢谢收看 欢迎大家订阅和点赞 谢谢